来一趟 来了 这有三个吗 像我 一共四个 就是跟你删来删来 换一下你就放一个人 不管是我女婿也好 何组也好 你放一个 可以 走慢慢绕过去 如果这会儿乱动 先弄死他 这 战举 三夫 是 你怎么想起来 现在就是你 学习耻辱的机会 徐天来 就是为你学习的 快去 东野 这这 这不必要了吧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跟我动手 你为什么不还手 他打不过我 我真动手打死他 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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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够 进门就看到他 把刀放下 扔掉 扔掉 徐天 这就是你的底牌 没了 底牌没了 我很希望 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帮紧点 徐叔 徐老板 扔掉 大臣 大臣 外面有尊敏 不是 你的狗人狗人 这不是 这不是 去吧 是 走 你大朋友来救你啊 老韩啊 你把人都带来送死啊 你才送死呢 我跟东野都商量好了 我来换人 换个屁啊 你自己还绑着呢 老韩 我来了就能把人换出去 我真不骗你 你别骗瞎话了 你叫上我们你会死啊 东野他不会那么快把我弄死 等等啊 咱等天亮 你懂不懂 那个我我向他们让他们 老韩 东府 徐老板 哎哎 这儿啦 我我们都撑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放箭 呃 啰嗦 来啦 我来请你看你女婿正说 人头落地 在哪看得清楚呢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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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没有你的命令 他们不会动手 对吗 是的 对的 哎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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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得了 你要打他 你时辰跑不出去 我肯定弄死了 你要是打我 五成的希望跑出去 我要是你 选择跑 他到底是你的人 还是巴鲁 嗯 巴鲁 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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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呢 我来干杯子可以 好 哎 哎 情况总是对你很不利 你好到哪儿去 我只是顾忌自己 可是你 你总是要顾忌别人 可是等我的人进来以后 你连顾忌别人的时间 你都没有啊 许天 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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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快 啊 快 你 帅 帅 快动手 他叫你动手 东野 东野 拿枪指着我 我保证不动 快动手 你 你别动 你别动 我活蛋 自得 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这个女八路 死在我的手里 死死 person 我活 你 什么 你 让你 相识 这个 的 老板 人 伴 我 alleviat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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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岩跑了 快帮我松开 好 站住 快 去帮我抢酒 啊 啊 啊 雪天 你去骨头躲住东远 以防鬼子从后面包装 看了吗 听何通知的 外面有什么 你不明白 三波罗在外面 都信得 明天的锦绣 嘿 你看 我弄我 我撕 弄我弄小剑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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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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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别来 我让你别来的 韩风 东野 你把枪扔了投降吧 没准我还能请你喝顿酒 当然是送醒酒了 最后还 怎么样了 没事吧 去死吧你 郑爽 不能动 别乱来 我没有乱跑 郑爽 郑爽不能杀他 他还跟据点通电话呢 杀了他谁来通这个电话 东野 没想到这下场吧 别赶紧 别赶紧 你赶紧好好好 你赶紧好好好 大仙 带着他们 站住 巴鲁军不杀不罗 巴鲁军不杀不罗 我们撤下 你还早日烧鬼子 巴鲁军不杀不罗 巴鲁军不杀不罗 撤到两个 我们撤下 我们撤下 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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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有 他 跑 韩师父 出去 出去过来 看着他 我 快 韩师父 怎么了 韩风 把眼睛睁开看着我 看着他 大聐 拉 又 伤口 快点 快点啊 徐老板 怎么样 你还 还行吧 差点要我们命 快点进去 是吧 你还有一条命呢 我算得没错吧 班先生 你别在这儿了 回镇长 去叫我师妹和那个三宝 赶紧救人快快快 快 快去 东野呢 在鹰房 谁来呀 龙涵 东野 别 梁哥 给我走 我别来吧 谁来的 我弄死你 我回来吧 我回来 我回来 何同志说不能动就不能动 他的话我不用听 我听何同志的 这可大伙都知道 你听我的呀 听什么 好了好了 你们俩不要吵了 都是老街坊邻居的 这刚跟日本人打完 你们俩怎么打起来了 你听说 日本人弄伤了我儿子 你可是亲眼看见的 那儿就不能动东野 正说啊 你爹是东野弄死的 你还有没有一点血腥 正说 正说 不许动 何同志说不能动 就有不动的道理 他的话我们不用听 都听我说一句 拔了句点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县城的鬼子 才是乡武镇最大的危险 拔近点就是为了载东野 我说了不能动 我不用听你的命 今天有我在 你就必须听他的 人要脸 树要屁 你这种话你不能说 说了 怎么了 正说 快把他带走 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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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行行行 你们俩都消消火 韩师傅 韩师傅 你别生气 先拿着 韩师傅 你先回去啊 看韩夫 这日本人都已经抓起来了 该怎么办 咱们好商量嘛 你 你先回去 豆腐哥 你别走了 豆腐哥 我 我也得去看看韩风啊 再说西施还在铺子里等我呢 那都走了这儿怎么办啊 抓住了四个再放了 现场电话就不接了 山上的线路也不用修通了是吗 那 那怎么办 你跟徐天带着两个鬼子 上山把电话线路修通 我和郑爽在这儿盯着冬野 徐天 修好之后你先回来 豆腐哥 麻烦你去镇上 找个大夫和一个工匠 带到这儿 干什么 大夫过来给冬野指写 工匠过来 把据点的大门修好 那要早知道这样的话 那门也不要砸了 手也不要剁了 就让他们好事好处 在里面待着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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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去 你干什么去 我怎么回去了 你干什么去 实施会着急的 半仙在呢 半仙那张嘴 早跟西施说八回了 对吧 他知道你没事 真的 他知道你没事 你慢点回去也没关系 不不不不 他就把人弄多事呢